这也考虑好了以后 就可以动手接线了 但在接线之前 一定不要急于穿线 先要把各个部位的铁盒盯上 镜子上面的灯 要先盯一个这样的八角盒 这是一个标准的盒 就是用来装壁灯啊吊灯 室内是用它 室外也是用它 这是镜子边上的两个灯 用两个铁盒分别安装 这是在镜子上面的一个灯 事先都要把尺寸量好 把铁盒固定上 做完以后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要在淋浴上面加一个灯 现在都是用比较小的射灯 不需要事先固定灯碗 留出线就可以了 灯的开关就装在门的里侧 高度和其他房间的一致 排风扇的开关和灯并排装在一起 两个开关在一起 所以只要用一个双连铁盒 家里自己用的卫生间 最好用两个开关分别控制灯和排风扇 如果想用一个开关同时控制灯和排风扇 那么装这样一个单个铁盒就可以了 淋浴顶灯的开关最要装在淋浴边上 这样用起来很方便 而且不容易混淆 如果卫生间是两个门 门边都要有开关 就要用这种3way switch 三通开关来控制卫生间的灯 具体揭法在网上有很多像这样的详细的图 讲得非常清楚 插座就装这样一个单铁盒就可以了 如果是旧卫生间改造需要重新布线的话 要先把那根电源线找到 然后该拆的拆 然后把铁盒重新固定好以后再传线 接线就怕搞错了 等放上墙以后什么都看不见 哪个线头对哪个线头也搞不清楚 所以最好画一张图 哪怕简单一点像这样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穿线的时候要注意线的安全 要尽量穿在木头中间 防止钉子钉到线上造成短路 有人把线接成这样 因为后面有木头 他就从Drivo里边把线接过去 抹让灰谁也看不见 一旦有人在这钉钉子会造成短路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接法 还有人接的更危险 在拆墙的时候墙只要一震动 灯就在闪 最后找到的是接线的问题 他把两根线一边拨一个钩 钩在一起 然后拿胶带一缠就算完了 所以在旧房子改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这些隐患都要排除掉 扣台规定在墙里边是不允许有这种接头的 所有的接头都要放到线盒里边 在墙外面就可以接触到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便可以查找 把全部的铁盒都固定好以后 线的长度就可以确定了 穿上线固定好 然后把线头盘在铁盒里边 因为线头比较多 所以可以先把地线零线接好 然后把火线做上标记 可以用刷漆的纸胶带写上字 作为标记粘在火线上 然后把线盘到铁盒里 因为线路比较简单 所以一般不用试 在墙面做完了以后 把线拉出来 直接装上各种电器就可以了